这个女娃是蒋家两百年来 唯一一个女孩 更是被蒋家一大家子人重来 然而 就在母亲陆氏带她出门时 被一个熊孩子和老婆子欺负了 咱们家乖宝长得可真好 压守着呢 得亏了你 抱了这么久 我只抱着她 也没拿什么 这么多东西 都靠着你和二嫂碑 你们才是最累的 陆氏也是恶极了 小心宝交给灵氏和诸室二人物 自己的大朋友是少年 这是一个蛮恨的身体 从边上小时 喂 我要让你跪下的角色 这人是不是蛮恨的 原来是一个六七克的男孩 他面前在没有 编上一个衣服的身体 这是我的孩子 好好忙 奶奶回去就给你买 不 我现在就要 就让那个小孩的 来你去给我拿过来 你在此地不要走动 奶陪你要去 那个大妹子 我真是稀罕你娃娃 手上的褶子 能不能借我孙子带你打 一会就还给你的 哟 我说老太太 这大街上要放的 我见的不少 这件镯子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 这不我孙子稀罕吧 再说 我又不是不还你 借着带一下又不会怎样 不怎么样 我还稀罕你家的银子呢 要不你也借我个百八十两的 我用用就还你 嘿 欧说我家没有百八十两 就算你非亲非物 我凭什么借给你 那我家桌子凭啥借给你 凭你脸大 您知道吧 我会为了八八大 一个红脸胖子 这不是脸大 人外套就叫谭大 我看啊 小狐鸟脸更合适 冷凉戒我终于 赞免省事 先吹萝卜蛋 好吃 我还不借就不借 随意吧 不过一个丫头 二次前前过 穿得这么好 也不怕长很大 就在这时 小心了吃痛的教育 那熊孩子 就扒着他的脖子 是金钻 痛 痛 你松手 我就要这个 奶奶 我要这个 哎哟 我的怪孙 你的小野种 居然敢弄伤我孙子 老婆子 我非要教训你不可 我打死你个 不要脸的老前婆 早上出门吃屎了 满嘴喷喷 我女儿才多大 你要这么皱她 她也是你能骂的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没想到平日温柔的娘亲 竟然还有这么强悍的一面 这也太酷了 救命了 打死人了 杀人了 快来人救救我老婆子啊 谭老婆子的惨叫声 传遍了整个街道 围观群众 没有一个人帮她 至于她那肥如猪一般的孙子 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还是值班的差爷 听到惨叫声 才赶了过来 大人啊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老婆子今天要被她打死了呀 这无缘无故的 上来就打啊 怎么又是你 回去非要用爱业好好熏熏 这老婆子太恶心了 你们几辈又是哪里人 怎么和她起了冲突 差爷 我们是西京渡的 西京渡的 你们可认识江老爷 正是我夫君 那边的时 我两位嫂嫂 还有我女儿 原是江夫人和两位嫂夫人 在下失敬了 您几辈怎的 与这混不吝的起来冲突 路是满脸气愤的 和牙医说了事情原有 牙医一听 也是起了火 谭老婆子 你可知诬告 也是要吃板子的 没 我没诬告 是她动手的 她得赔我要钱 我也不要多了 就二十两要钱 谁让你先骂人孩子的 打死你都是该 还有脸为人要要钱 我看你是真想吃板子了 再赶胡搅蛮缠 直接拉走 谭老婆子 被雪亮的刀下丢了 牙医没有啰嗦 直接把她带走 那婆子虽然嘴碎了些 但把人打成这样 也着实过分了些 我看这什么举人家的家教 也不过如此 兄台此言差矣 浙江举人是我们临州府 经年相识的亚园 这学是人品家风 那是没得说 她的夫人也是出自书乡门地 今日之所以这般暴怒 想来那婆子是真戳在她废管子上了 莫非是那蒋家子嗣不封 非也 这西津杜蒋士一族 虽然不说富裕 但人丁还是兴旺的 真正的问题是那女娃娃 这女娃在家中脱秀宠命 对吧 岂止 这可是西津杜蒋士一族 二百年来唯一一个女娃 天生带有福运的 出生就天降祥瑞 几个月末下雨的天下了场暴雨 蒋家人出去练野屋都能采到吃灵芝 她那个爹就更不得了了 进京赶考 没多久纠中了举人 你说说 动她 不就是动他们的心头肉吗 哎哟 要我说 打死都活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